如果一支球队的领袖和重要的角色球员都远走 则这支球队的竞争力必然会下降 但是在联盟中有一支球队却对此不受用 那就是波士顿凯尔特人 2019年的夏天 凯尔特人流失了凯尔特人 波士顿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 等重要球员 而仅仅引进 凯尔特人的得分王 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战术核心和篮板王 凯尔特人是凯尔特人的最佳第六人 凯尔特人的主要内线球员 而引进的波克尔与凯尔特人之间的差距明显 状态下滑的凯尔特更是无法填补 Aaron Baines留下的空缺 所以仅从账面实力而言 凯尔特人的下滑明显 但就是在这 战离下滑明显的情况下 凯尔特人却打出了比上赛季更好的战绩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凯尔特人能够打出如此优良的表现 波克牺牲自我的打法 在来到凯尔特人之前 波克打出了生涯最好的一个赛季 可依然没法带领投队更进一步 这也让他明白 靠一己之力是无法站上总决赛的舞台 去触摸冠军奖杯的 所以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 波克来到绿山军 选择了牺牲自我的打法 所以在球权的问题上 本赛季的波克在使用率上 由上个赛季的31.5% 降到了本赛季的27.8% 场军出手数也由上个赛季的20.5% 降到了本赛季的16.6% 这样的数据几乎是接近 波克刚来NBA的数据 可以说这时波克在球权上的牺牲 让凯尔特人的脾气变得更好 这也让凯尔特人避免了因为球权问题 而导致的球队更衣室出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波克在牺牲自我的打法下 进攻端仍然发挥了很大作用 场军3.3个三分球 给凯尔特人提供了足够多的支持 虽然波克在防守端的效率只有108.6 但是波克也是真的尽力了 3.6的干扰三分投篮 0.4的造带球撞人 从这些数据上来看 波克这样的身体条件 打得出这样的数据 已经是真的尽力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他生涯 头一回感受到 身边有这么多帮手打球 是什么样子 这都让他暖战地体验到 东部第一 甚至联盟第一的快感 甚至在此前的MVP排行榜中 波克都被排到了第三 这些都是在黄蜂时代 所难以想象的 所以这也让他 更加心甘情愿地 牺牲自己的出手 心甘情愿地 去打更多的无球 去为队友作诈一 这也间接地 让整个球队 弹生了更良好的化学反应 Titum的成长 要说 在看到了Titum 在新秀赛系的表现 很多球迷市相信 Titum真的会成长为一名 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毕竟在新秀赛系的季后赛中 Titum场景就可以得到 18.5分 4.4篮板 2.7助攻的数据 可以说这样的球员 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 成为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Titum 第二个赛系的表现 是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 在场均时间增长的情况下 最终场均只能获得到 15.7分 6篮板 2.1助攻的数据 尤其是 18.1走赛系的Titum 在场上 看起来打的是非常的挣扎 完全没有新秀赛系的同种 可以说凯尔特人的更衣式问题 完全影响到了Titum的发挥 所以本赛季的Titum 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状态 对于凯尔特人来说 V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 在这样的条件下 Titum并没有辜负球队 对于他的期望 本赛期的Titum 长均可以得到 23.6分 7.1篮板 2.9助攻的数据 并最终成功地入选了 前明星阵容 可以说Titum 本赛期的成功 是让凯尔特人受益的 毕竟Titum的成长 真是太多了 本赛期 Titum的进攻选择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他开始提高 自由级的三分球出手次数 并降低了 自己的远距离两分球 其中三分球 由上赛季的3.9次 提升到了本赛季的7.1次 可以说Titum这样的改变 是很大程度上 提升了他的进攻效率 这也让他成为了 球队最重要的 进攻输出点之一 同样值得肯定的是 他在防守端的 进步与改善 在停赛前 他拥有联盟 第21位的强段数据 和联盟第27位的防守效率 专注起来的Titum 的确在攻防两端 都能给人不少的惊喜 可以说本赛季Titum的成长 也是凯尔特人 成绩不错的重要原因之一 黑卧尔德的强势回归 本赛季除了Titum 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外 黑卧尔德也是逐渐地 恢复了自己的状态 要知道上个赛季 刚刚大伤恢复的黑卧尔德 在场上的表现 可谓非常的挣扎 虽然Stevens给了黑卧尔德 足够多的时间 但是最终黑卧尔德 场均只能够得到 11.5分 4.5蓝白 3.4入攻的数据 哪怕把黑卧尔德 放在Titum的位置上 都是难以改变这样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 更是影响到了 凯尔特人的更衣式环境 毕竟给了黑卧尔德 如此多的上场时间 却难以得到太好的回报 虽然在大伤回归后 有这样的表现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一支 立志于夺冠的球队来说 黑卧尔德这样的表现 显然是没有办法 满足球队的要求 只不过本赛期的黑卧尔德 却实现了进攻端上的扑苏 再来到了首发位置后 黑卧尔德的表现 也是达到了球队对于他的预期 场景17.3分 6.5蓝白 4.1助攻的表现 也是让黑卧尔德 成为了球队的巨头之一 104.2的防守效率 也提供给了球队足够多的帮助 而且他的突破 对抗 力量和投篮的稳定性 相较于上个赛季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也使得他在场上 处理球 显得更加的得心应酬 并且黑卧尔德 也是目前 凯尔特任中 最好的进攻组织者 他有出色的身高和身体 以及优秀的试验和传球技术 他可以在自己进攻的同时 发现机会更好的队友 送出助攻 也可以在队友都失与准的时候 利用自己的能力 打开局面 所以本赛季 黑卧尔德的复苏 使得球队在进攻端 多了一个轴心 通过他的组织串联 减少了 沃克 泰特任等人的 持球单打次数 更多的利用挡拆掩护 形成更多的 空位出手机会 提高了球队 整体的进攻效率 同时黑卧尔德 这样出色的表现 也让凯尔特任的 风线变得更为长大 毕竟在现在的联盟中 在风线上 是否拥有足够强大的 风线球员 已经是变得非常的重要 而现在的凯尔特任 虽然在中锋的位置上 并不强大 但是他们在风线位置上 可以足够强大 不仅仅是由 Tatum这样级别的球员 同时黑卧尔德的复苏 也让凯尔特任的能力 更上一层楼 可以说 仅从风线位置上来看 凯尔特任是 部署于雄鹿 胡人等强队的 而这也是凯尔特任 能够达出不错成绩的 重要原因之一 足够的阵容深度 如果说Walker Tatum 黑卧尔德 出色的发挥 让凯尔特任受益 那么Jalen Brown Smart等人的存在 就更让凯尔特任 变得强大起来 其中Jalen Brown 在签下大合同许约后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本赛季一改往日的迷茫 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进攻端 学会了更多的利用 自己的身高 身材优势 在低位 被打比自己矮小的后卫球员 低脚的三分 在出手次数增多的情况下 命中率反而有小幅度的增长 虽然偶尔也会 迷一般地秀一下单打 但逐年稳步提升的 持球能力 都可以看到 Jalen Brown 不仅仅有成为一个 优秀3D的潜质 更有成为攻防俱佳的 顶级球星的能力 因此本赛季的Jalen Brown 在进攻端 也逐渐地实现了自己的天赋 场景20.4分 6.4篮板 2.2助攻的数据 已经是让凯尔特任 有了更足的底气 毕竟三位 场均在20家以上的球员 在阵容中 也已经是让凯尔特任 在进攻端 有了足够的下线 因为本赛季的凯尔特任 也打出了 112.3的进攻效率 可以说 当凯尔特任 对你的年轻人 都能够兑现自己的天赋时 凯尔特任 无一会成为联盟中 争夺总冠军的球队之一 更不要说 在Jalen Brown之外 还有Smart这样的球员 虽然Smart 一向是以防守著称 但本赛季的Smart 在进攻端也打出了 很不错的表现 场均可以得到13.5分 3.8篮板 4.8主攻的数据 同时场均可以命中 2.4个三分球 而这件事情 对于凯尔特任的帮助 是非常巨大的 可以让凯尔特任 拥有更好的进攻空间 加上Daniel Tess 在内线发挥的 越加出色 和Kenter等老将的表现 可以说这只凯尔特任 是拥有了足够的阵容深度 这也是凯尔特任 能够在本赛季 打出43胜21复的成功 关键所在 毕竟凯尔特任 这样的阵容深度 在联盟中 也已经算是足够长大 就比如本赛季的胡人来说 虽然他们在本赛季 打出了足够好的成绩 但是如果仅仅是 比较阵容深度的话 恐怕胡人 就真的不比凯尔特任强 因此凯尔特任 能够在本赛季 打出如此好的成绩 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本赛季的凯尔特任 是失去了凯尔比尔敏的人 但是本赛季的凯尔特任 却打出了以往的铁血 当然 更重要的是因为 沃尔特的加盟 加上泰特 黑沃尔和 杰伦·布朗等人 在进攻关的进步 是让凯尔特任的进攻 变得更好起来 虽然在内线 失去了豪佛尔的 这样的球员 但是丹尔泰斯的成长 让凯尔特任内线的防守 并没有变得太过糟糕 毕竟在如今的联盟 对于内线上的要求 是降低了的 再加上凯尔特任 在卷容宣布上 是可以比肩一些强队的 因此 凯尔特任能够在本三季 打出东部第三的成绩 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而对于凯尔特任的封线 我不得不说一句 真的是未来可亲 毕竟现今的联盟 得封线者得天下 这个问题相信 大多数人的心里 都有着清晰的答案 而对于科比曾经最强队友 奥尼尔来说也是一样 在3月2日的一场访谈节目中 奥尼尔被问及 现役球员中 谁能单场得分超过81分时 提到了这五名球员 分别是 哈登 欧文 杜兰特 库里和福克 那么奥尼尔提及的 这五名球员 真的能做到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知道 当初科比完成 这项成就的条件 第一便是在球队里 拥有着无限开火权 和高额的出场时间 简单点说 就是有着超额的出手次数 而且队内不能有 其他巨星球员抢占球权 其次便是 在这超额的出手次数下 必须要有一定的三分比例 然后便是需要 将这些出手次数 转换成相对合格的效率 最后便是这场比赛 一定要十分胶着 不能一口气被打死 因此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再来看 奥尼尔所提及的 五名现役球员 首先是哈登 作为联盟过去的得分王 和历史上 优秀率最高的球员之一 哈登的得分能力 毋庸置疑是联盟体肩 毕竟哈登有着 炉火纯青的控场能力 能够通过传统的 有球掩护 来突破对手的防守包夹 而且 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这个时代 也十分适合哈登 由于哈登 有着独到的 后撤步三分 当他运球进入节奏 得到一次 后撤步的出手空间 或者是拜佛 准备衔接欧洲布时 对手就要提防 他的造反规能力 这使得哈登 成为了历史上 闻所未有的 能够同时在三分和罚球上 都能持续得分的球员 因此 对于哈登来说 他的得分能力 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由于现在 哈登来到了拦网 在拦网 他拥有着 进攻火力十足的 欧文和杜兰特 这就使得 哈登不会拥有 无限开火圈 这也就直接限制了 他去冲击高得分 但是 也并不能说 哈登因此就不能做到 因为现在 拦网的阵容 主要就是三举头 而在杜兰特和欧文 频繁缺阵的情况下 哈登是享有 无限开火圈的 而且要知道 现在拦网阵中的教练 还是纳什和德安东尼 那么在哈登 单独带队的时候 是能够给他 在火箭时期 最熟悉的打法 那么再让哈登 遇到实力相近的球队 只要不打发 并且他也是有 得分欲望 那么他将会有 很大的机会 冲击81分 而且 罚球得分 一定是会占据 40% 其次是欧文 虽然欧文 私职控球后卫 但是不可否认 欧文 在进攻方面的才能 在他的身上 完美地集合了 各种突破 和固人技巧 其中 最出色的 便是他的人球 集合能力 他不但可以做到 在三到四个人的 围吹堵截下 不失误 而且可以在 三到四个人的 包夹中 寻找到得分的机会 只要让他 突破到篮下 他就可以用 各种不可思议的技巧 在篮下 完成终结 简单点说 欧文想要得分 其实也是探囊取物 而且最重要的 就是欧文的 得分效率 极其高效 在每个区域的 命中率上 都处在联盟的中上游 可以说 对于欧文来说 得分也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由于现在 待在蓝王 也不会有 无限开火权 这就使得 欧文很少 能够冲击高分 即使是有 无限开火权 欧文也很难 打出超过 60分的得分 毕竟 对于欧文来说 他最欠缺的 其实不是机会 而是爆发力 而爆发力的短板 也会限制着欧文 去冲击高分 可以说 对于欧文来说 他是一名 历史级别的得分手 但是他很难 去超过科比的成就 而后世杜兰特 杜兰特的得分能力 可以说 也是联盟公认的 历史级别 毕竟 我们都知道 杜兰特的进攻手段 全面丰富 并且样样精通 出色的运球 和投篮能力 让他的得分点 毫无私交 无论是篮下还是三分 无论是干拔 还是突破 当然 还有更重要的便是 杜兰特的身体天赋 让他面对任何人的防守 都是错位 这就使得 他的进攻效率极高 所以 我们也就常常能够看到 杜兰特轻轻松松 打到了20加 或者30加 但是即使 杜兰特有着 如此出色的得分能力 他也没啥机会 超越科比 由于杜兰特现在身处 篮网更多的 打无球端 出手拳 次数下滑 这使得杜兰特能够稳定得分 却无法打出高分 同时就使杜兰特的体能受限 由于杜兰特的身体素质并不好 再加上此前的跟腱伤势 这都使得杜兰特的体能并不算很好 常常会伴随体能下滑 命中率也下滑 这也就使得杜兰特可以轻松得分 但是却无法通过爆发力 拿到高分的原因 而除了这三名现在来到篮网的三巨头后 还有便是库里 简单来说 库里也是联盟的顶级得分手 在持球端 他可以借助挡拆突破 完成中远距离抛射式的投篮 篮下精巧的反篮和指尖挑篮 而在无球端 库里跑位精妙 出手速度极快 扭底线意识很强 最强的点 在于可在持球和无球之间不缝接换 这就使得库里可以轻松得分 但是对于库里来说 由于身体受限 这就使得库里在面对强硬防守时 体力会下滑严重 可以说 库里的确是一名出色的得分手 依靠着持续性和稳定性 但是在爆发力和体能上 库里也是一样的有所不如 当防守强度增高后 库里没法保证 能够得到如此前那样的62分 但也不能就此否认库里 毕竟 在现在三分为王的时代 库里高效的三分命中率下 真的有机会超越 最后便是扑克 简单来说 如果要说这五名球员中 谁最有机会超越科比 那么肯定是扑克 毕竟 在此前 扑克便是在凯尔特人的头上 成功砍下过70分的高分 而这也是得益于 他出手点广 而且命中率都非常可观的条件下达成了 当然 更重要的也是 扑克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加上柔和的投篮手感 而且 他也不惧怕身体对抗 这都造成了扑克的70分 而现在 在保罗来临后 虽然扑克的出手权有所下降 但是球哥认为 联盟顶级传球手的加盟 会让扑克得分更加轻松 不用频频通过身体对抗得分 而是能够更加轻松得分的同时 有体力爆发 可以说 在太阳进攻端占据核心地位的扑克 是有很大可能性去超过科比的81分 但就近期扑克的表现来说 他很难实现 总的来看 这五名球员除了欧文和杜兰特外 其他三名球员都是有的机会 但是也不能否认 他们两人不是顶级的分手 只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得分稳定高效 当然 现在的联盟中也不仅仅是这五名球员 还有这顶级的分手 有机会去超过这项球球 比如利拉德 我们都知道 利拉德也是联盟中顶级的分手 时常能够拿到50加的数据 其中 利拉德的得分方式 也主要是依靠着挡拆发动 而在保持相当高的挡拆数情况下 他还保持着相当高的挡拆效率 可以说 利拉德就是联盟挡拆王 而后 利拉德速度极快 也不惧怕身体对抗 常常主动找对抗 以制造空间或者哨声 这都让他能够博得得分机会 同时 利拉德的招牌动作是横撤不投篮 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这一动作完成了绝杀 可以说 利拉德得分能力也是毋庸置疑 而且 现在开拓者阵中 他也是有着无限开火拳 但是利拉德的一个小缺点 就是投射不太稳定 他无法保持稳定的命中率 这使得他很多时候神异常不异常 其实这一盒科比很像 可利拉德的个人能力显然不如科比 因此 利拉德虽然是有着很符合的条件 但是他的个人能力显然不足以 让他去达成这样拯救 不过如果他后续能够继续成长 那么他将有很大的机会去达到 而在列举完这些球员后 大家都认为 现役球员中 谁还有机会超越科比的81分成就呢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